福邦大外送员碰上车祸 好心下车帮忙却遭乘除 这就是张化林先生的亲身经历 林先生上个月28日晚上 在张化中正路这间炸鸡店等候取餐时 撞见令名黄姓外送员和一名富人 发生擦撞 因为他的左脚脚踝被磨着压制 我先帮他以处障碍物之后 开始检查他的颈椎跟左脚 手脚没有骨折或是其他状况 在张化县工会受过急救训练的林先生 二话不说冲上前帮忙处理 并回报福邦大公司要求帮忙转单 但派单员却以巨单为由 将他拉下线不得接单30分钟 让他直呼感受很不好 你会严重影响到我接下来分组的选班权益 还有我的奖金 这我非常不能够接受 林先生向公司反映没想到却收到罐头简讯 要他填写一堆表单 不少外送员得知也表示很不值得 对此福邦大总公司公关表示 林先生的热心是值得嘉奖的一行 公司并未处分他 应该是沟通上双方有所误会 另外罐头简讯是针对问题进行分类 以加快处理速度 公司将派员和林先生联系 而未来遇到车祸是否还未帮忙 林先生表示 还是一样一不容止 直接东西就会赶过去帮忙 地方东西张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